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我们苏宾放为大家带来的木课课程的Java课,今天呢是Java的第三次课了,我们继续上节课,上节课我们说,简单的了解一下这种思想,然后简单的说就是,把这个一个具体的一个问题,我们接手过去, 我们先抽象,把这个问题分成一个个具体的事物,看它有哪些事物组成的,然后再模拟出这些具体的事物,解决了这些具体的事物和这几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从而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么说可能大家不好理解,所以说这节课我们说可以深入地了解一下具体这种思想,探讨一下,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我相信大家都都爱玩游戏嘛,就用一个游戏来说,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超级马力的这个游戏,我们可以接手过来,成员接手过来,一看这是一个超级马力这个游戏的问题,我们呢可以把这个问题抽象成一个个具体的事物,我们怎么利用这种思想,具体到这个超级马力的游戏是怎么想的呢,就是,超级马力是由,我们都知道是由一个地图, 一个地图,还再加一个超级马力那个主人公,再加一个,比如说,再加一些,还有什么小蘑菇啊,还有小乌龟啊,什么的,这些东西,这些具体的事物来组成的这个游戏,好,那我们呢,利用这种思想,我们要解决它,就是,我们先创一个具体的这个地图的类,或者,类,或者是,呃, 就是,就是,穿一个地图类吧,简单说,就是,先具体出来一个这个具体的地图,然后呢,再具体出来这个主人公,然后再具体出来一些什么小蘑菇,小乌龟,什么的,把这个整个的游戏的大问题,分成了这一个个具体的事物,呃,我们都能具体用代码敲出来这些具体的事物,然后呢,我们通过解决这些是具体的事物,和这些具体的事物的之间的关系,从而呢,解决了这个游戏的大问题,这就是这个,面向对象的思想,来解决,呃,来解决,呃, 问题的这个,呃,核心,好,可能大家还是有点,那个什么,有点思想上,就是,还是不太理解,呃,没关系,因为我们是入门嘛,往后,我们只要大家学的深了,学进去以后,就肯,肯定能自然而然就,呃,对这种思想理解的很透彻了,呃,其实,说,呃,我,其实我,我学的自己,学的也不深嘛,要说我理解这种思想也不是很透彻,我只是,可只知道这个皮马, 因为这种面向对象的思想嘛,是渣瓦这个灵魂,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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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敢说,我能特别理解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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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思想,呃,其实,所以说大家,往后,往后学吧,学的越深,学的越多,就能慢慢体会到它这个思想的精髓,下面呢,我们,呃,上次课,我们说了,我们要继续,呃,讲,详解一下咱们上节课瞧那段代码,我们来看一看上节课我们瞧这段代码, 首先我们说一下渣瓦,呃,因为面向对象这种思想都是由,呃,抽象出来各种具体的事物来解决,通过这个解决各个事物来解决这个整个问题的,所以说,呃,我们变渣瓦的时候,我们看到,呃,所有的东西都是以类class,class来,那个,那个,作为一个载体的,怎么,呃,怎么说,就是我们上一个说了,这个,我们抽象这个具体事物的,抽象这个具体事物的时候,我们是用类这个东西来, 抽象出来的,类就好比我们抽象具体事物的模型,我们看这个,这个,这个类的意思,就是我,这是我们的类名,啊,public class是类的意思,后边是类的名字,就是我们约定程度就这么写,然后,这个,这个类,就是test的这个类,就是我们这个渣瓦程序的入口,叫做启动类,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的程序从这儿开始,相当于C元里边的媚寒数嘛,但是它是, 是一类的载体呈现出来的,然后我们看,呃,它具体格式就是public,static, void,main,stream,后边加上参数,呃,这么,这个,现在详细讲,大家肯定也听不懂,因为大家是刚入门嘛,我们等到后边再具体讲,这具体都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家先记住,除这些,啊,这些是我们后家的,然后,就是,呃,我们的,这一行,这一行, 然后,这个,这个,画括号也算啥?这些都是启动类的,约定乘数就这么写,大家先,呃,牢记就行了,往后我们再具体讲这个东西。好,我们再看这个,这个,这是个启动类,再看咱们具体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是我们要抽象出来这个具体的时候,咱们不是说,上一课说这个黄子吗?呃,黄子,我们说,这我们在具体抽,抽象出来这个,这个模型的时候,我们想,黄子这个人,他不是,我们说 上节课说我们看PBT 上节课我们说一个类它是一个抽象的模型 它这个抽象的模型必须包含静态的属性和动态的操作 这个静态的属性相对应的就是这三句话 它是静态的属性 这三句话就是静态的属性 然后我们详细的看一下 Private Public Private是一类一类词 我们留到具体的下一课再讲 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下一课讲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紫色先不看 紫色先不要忽略它 然后后边看Stream Stream是什么意思呢 是串的意思 所以说字符串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这个类里边的有一个内母 我们这个模型 它这个名字是这个字符串类型的 它那个名字 具体的名字就叫甲纹 然后相对应的下边 这也就是相当于Stream 咱们具体的具体的核心是内母吗 不是 它内母前面这是一个修士语 Stream就是个修士语 相当于一个语文当中定语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定语这个概念 Stream就是修士内母的一个词 就是告诉大家告诉人这个内母是个字符串类型的 相对应的下面就是RNT 相当于也是描述这个身高的一个词 也是相当于描述身高的一个词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身高的这个东西 它必须存放的是一个数字 下面我们说了身高是1米8 就是这也是这些都是配套的 就是说 int int 描述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必须是书字 然后数字符的描述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必须是字符串 字符串就是我们相当的 因为做什么什么哈字都可以叫字符串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说完静态的处形 就然后就就是下边就是动态可执行的操作 动态可执行的操作 就是由呃这这这这一这一部分是一个 只是一个算一个动态可执行的操作 然后这一部分呢算第二个动态可执行的操作 这个也很好理解 大家英语好的话都能理解 就是说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看呃这个可动态可执行的操作的名字叫 information 这是一个可操作可操作的一个名字 information里面可能我们看 一个个来看 sistm.out.println 然后这后边一个小括号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面这个这三个前面这三个词 就是输出的意思 就是呈现出来在屏幕上输出什么 后边的这个引号里边的东西 后边的小括号里边就是输出 要我们要输出的东西 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哎一一看我们看见这三个词了就知道啊 这三个词后边后边这一大堆东西 就是我们要看到的东西 就是在屏幕上输出的东西 同理呢 下面也是我们看到这三个词后边小号里边 就是我们要就是能够在屏幕上看见的具体的东西 然后这个也是sistm.out.println 这个告诉我们一看见这三个词后我们知道啊 后边我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 I can attack 然后这几个字是这么的意思 具体的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 就是说我们点一下运行 你看我们因为创了一个类吗 这个这个类里边我们去就还没说 就是说我们只创造了一个类 这个类类的名字不是叫这个黄色吗 这是一个抽象的模型 我们还没有具体出对象 下面我们需要具体出一个对象 才能才能看到这个具体的事物 我们具体出来 就是由一个抽象的类来具体出来一个对象呢 就是用这句话来说的 就是类名加上对象名等于new类 就是这么写这是个格式 就是类名对象名等于new类名 就是这么写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创造了一个具体的这个对象 具体的这个事物叫加文 然后我们看加文.information 就是这个我们加文可以干 这不是动态动态的动态的属性 不是动态的方法就是有个information这个方法 我们只要用具体的对象点 这个动态方法的名字 直接就调用了他这个动态的方法 然后下面一样 具体的对象的名字点 具体的动态方法就调用了这个这个对象的方法 我们看 我们上我们说这个输出了 你看 输出了我们就是下边的 information就是输出三句话 然后这些my name意思是什么 他个人信息 然后这个下边这个attack的 就是输出了这句话 具体程序先说这么多吧 然后我们看具体 呃一看对象呢 就是用类去制作出来一个具体的事物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三句 这个这几句话 就是这一相当于这一句话吧 就是我们这个类的具体这个模型的名字 类名一个后边你所跟的对象名 这个对象名随便写 然后等于 new 类名 这是一个具体的杂瓦里边具体的语法 格式就是这么写的 然后呢 创造出来一个具体这个对象 然后我就会用用这个对象名点 然后他的动态方法 对用他能够干什么 就是动态的方法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就是输出了那三句话 然后我们又有一个对象 丢了他另一个方法 就输出了另一句话 好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那我们这次课呢 主要就是详解了一下上次课的内容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我们刚出门嘛 必须要慢一点掌握了一掌握了这种最最重点的东西 就是面向对面向对象的这种思想 刚才也说了这种思想也是这二变成的核心嘛 然后具体的就是理解一下代码 我们慢慢解读一下代码 因为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代码什么意思 我们慢慢来多敲敲 然后我们也可以上网搜一搜 网上有很多的那个详解 大家不懂的也可以具体去上网搜 最主要最主要就是这种思想 一定要理解透了这种思想 然后敲代码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容易了 就是比如说我们只要理解了这种思想 就算有不会的东西 哎呀我说代码不会敲了 我们可以上网查 或者我们自己自己牙自己试都可以 但是我们大理思路 那个核心 我们的灵魂就是这个的思想 你不能搓了 搓了以后就又又偏了 你做出来东西根本就不对了 即使代码敲的带好了也就不行了 所以那个下下下次课呢 我们就详解一下 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这个什么叫访问控制服务呢 我们下一个就讲访问控制服务 访问控制服务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 public还有private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意思 具体的他要干什么的 我们下一个就详细讲一讲这些问题 嗯好那我们这次课就到这了 我们下一次课见 我们下一个就详细讲一讲